May I know how to be as handsome as you 我其實也不太確定 我每天早上起來我就這樣照啊 37年過去 最大的問題就是我腦袋 我這個肌肉 講屁話的 我今天才去見自身 不好笑 不好笑嗎 好 那我下次再加強一點 怎麼看今天大喬的表現 那就是一個帥氣啊 不用多說 我家大喬就是棒棒的第一 31頭16中 命中率5乘2 三分球3乘3 罰球9乘2 10籃板 4珠公 Who cares about negative 12 但這邊要說一個重點 他現在是得分後衛了 不是小前鋒 所以他即將晉級前三得分後衛 Josh Giddy最近應該麻煩大囉 怎麼好像跟我們台藍隊有一位也蠻像的 不知道這個是不是公主啊 不知道有沒有打假球 我也不知道他有沒有去賣AP名表 似曾相識啊 UnderAge我跟各位解釋一下 美國每個州對於成年是有不同的概念 但是不管怎麼樣 這個女生是高中生 就算OKC所處的州是合法年齡 我覺得Giddy應該都會有很大的麻煩 我在想最壞打算 他說不定連工作都會丟掉 那競賽是一定的 Me and my girl We're about to head back to mine 不得不說啦 Giddy的眼光還算是OK 關鍵是在於那個球真的好大 KD的三分球命中率是全聯盟最高 5成2 他中距離不行 但是他3分9很強 3分9很強 想聽狐狸SGA Halliburton StartBench Cut Halliburton刷1 狐狸刷2 SGA刷3 大家都挺SGA哦 那如果是以這個來看的話 目前我會認為 Start一定要是SGA 沒有爭議性 那爭論點是在於說Halliburton跟FOX的部分嘛 場軍得分不用說一定是FOX比較強 可是我認為 場軍25分也不是在跟你開玩笑的 再加上他有助攻的能力 藍板跟FOX算是差不多 命中率他也比FOX好 最重要的是他3分就4成6呢 KD5成2很扯 但他4成6也是很扯 再加上配合度 他能夠提升其他在場所有球員的能力 有點類似2K的那種Dimer Batch 先看PR SGA Halliburton 再來FOX Winshare 也是BOX PLUS MINUS VALUE OVER REPLACEMENT PLAYER一樣概念 所以還是回到我剛剛講的嘛 不論是傳統數據還是進階數據 SGA一定是先Start 再來是Halliburton跟FOX 那兩個比較之下 我認為Halliburton輸得只有場軍得分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我認為Start SGA Bench Halliburton Cut FOX 很久沒抖了 我昨天馬和鷹都轟150分以上 是現代籃球進攻變好了 還是防守變得更爛的 我絕對不認同 防守有變爛的部分 我認為更多時候是 防守規則上的改變 讓你沒有辦法像80年代跟90年代 打球跟打架一樣 都不會出事 他們可以做的事情更多 在肢體上面 以他們當時的防守姿態 我不認為他們能夠在現代籃球打球 因為很簡單 他們很想移動就是不夠 一定都是被屌打 那這邊大家都知道接下來要發生什麼事情嗎 在此之前 大家都會嗆老瞻說什麼 啊你為什麼關鍵時刻都傳球 為什麼都不選擇自己上 你是不是怕扛這個責任 通常對於這樣子的質疑 我都會反駁說老瞻是做出場上最正確的判斷 廢話了他被包夾 難道不傳球嗎 他找到了WIDE OPEN的隊友 難道錯了嗎 可是今天這個完全不是這樣 我看不懂耶 對他是 Kairi Irving 然後你把球丟進去 Why 又不是說現在秒數已經到了 那你沒辦法 畢竟如果是老瞻印把中距離 跟空拋給AD 我還是會選擇空拋給AD吧 你看到前面防守你的是KI 斜防沒有出來 你一對一你不吃飽他 你的想法居然是這一球我要硬塞給AD For what 你現在是怕單打吃掉KI嗎 難道KI的防守這麼讓你懼怕嗎 老瞻今年有機會爭取most clutch player嗎 most clutch turnover有機會吧 他那個三分球我就算 但至少我認為老瞻他這一場 對比去年是明顯進步很多的 你說他前面那一球三分球嘛 那他後面那個也是啊 所以如果你扣掉他那兩球 他實際上今天三分球是七投四中 就算你把那兩球算進去 他也四成四啊 認真說給他投三分 可以給他站上罰球線 關鍵時刻我寧願讓他投三分 老瞻現在最不穩的是他的罰球 你說今天熟你的是Graham Williams 你可能 嚇到 慌亂之中你把球丟掉我都算 Kairi Irving耶 他挨你 整整一顆頭吧 在傳球視野上 你有什麼事被擋到你看不到嗎 你視野寬闊的耶 為什麼會做出這樣子的判斷耶 這個我就真的是不懂 講完老瞻之後 我們再來講回AD嘛 石頭是中 全場爆砍10分 我不知道原來達拉斯小牛是 防守強隊耶 我不知道原來 Eric Lively 再加上Racham Holmes 是一個很堅強的防守組合耶 你對上國王 這BONUS跟Harrison Barnes我都算 打拉斯小牛的防守 Come on man 我認真說 Anthony Davis今天30分以下 都是一個失敗的表現 有沒有可能戰術就是那樣打 不是嗎 教練叫你傳進去 你看到兩個人在裡面 守你的是KI 你不會靈活變通 現在是打HBL是不是 教練喊什麼戰術 你就閉著眼睛做是不是 老瞻在場上 難道沒有資格去做變通 我不想要每次直播都在跟大家說 AD打的有多糟 今年你是準備挑戰MVP的吧 廠軍21分 他又不是當Youtuber 哪有那麼多高潮跟低潮 我相信大家的觀點應該都差不多吧 Scott Foster跟Chris Paul很明顯的有Beef 為什麼每次都要安排Scott Foster 吹有Chris Paul的比賽呢 Scott Foster又有點類似 霞院報復的心態 我不知道他們在討論什麼 但是第一次吃梯 你當下閉嘴 其實也就沒事了 如果他事後在俠院報復吹你一個不需要吃梯的噪音 我相信到時候觀眾會站在你這邊 可是他一直不斷的碎嘴 再來Scott Foster 難道他也完全沒有問題嗎 我自己的想法是 如果今天Scott Foster 在客觀立場來看是有點扯的 那我的想法是 你最簡單的方式不就把他們錯開嗎 要不然你就是兩邊都各打50大阪 反正聯盟最喜歡做這種事情 上次狗貝爾都可以被罰了 還有什麼東西不能被罰 雖然這個應該是太陽的主場 他們應該很開心看到Chris Pop被吹下去 裁判他喜歡跳出來當主角的時候 我認為要做一些動作嗎 否則的話 我到底是要看球賽還是看裁判 怎麼看Pop叫球迷不要虛Kawai 當初Pop跟Kawai交惡 誰要負上最大責任 不就是Pop 是他到處在抹黑Kawai Liner 最後把他交易到遙遠的多倫多 明知道他想要去LA 因為事後來看的話 Kawai確實敬業是可以質疑的 但是之所以他在馬刺湊成這樣 最大的罪魁禍的時候不就是Pop 沒有他們的質疑 深安東尼道的球迷會這麼討厭他嗎 Mavriks有沒有辦法更上一層樓 你跟我說一下你要去幾樓 我再跟你說可不可以好不好 結果你所謂的更上一層樓是 西區前四 Dallas Mavericks今年只要有西區前六 我認為就是一個非常成功的賽季 因為在我的預測裡面 他們是沒有西區前六的 你要是Contender 首先你的防守要起來 當然他們進攻火力很強大 友誼所以Graham Williams牽得很好 事後回來看九分割也沒有那麼差 是值得培養的球員 但是你還是少了一個類似像 Dorian Finney Smith類型的球員嘛 更正確的來說 你要不就是能夠cover掉 Kairie Irving跟Luca Dantrich在防守端的部分 你能夠從一號位守到三號位的球員 你才有機會變成Contender 覺得控球燈就是一個假象 大量持球傳one and done 他當控位的球隊打法都好單純 扣掉罰球個人的效率又不高 感覺就是一個數據很虛假的球星 當然啦你要這樣子講的話 也無可厚非嘛 因為事實就是他也沒有拿下一座冠軍 站在球隊的立場 我現在是在想火箭燈 因為快點燈沒有什麼好互換的 我覺得火箭燈其實某種程度上來說 對於一個球隊的經營 並不是一個壞事 因為每年冠軍只有一個嘛 你要打造一支冠軍球隊 那是有多難的 即使你打造出來 你是能奪幾冠 又不是每支球隊都能像勇士那樣 所以最簡單打造一支氣候賽淨旅的方式 是燈燈的模式 因為你拿一個燈燈 你剩下全部都配角球員就好 不論是過去跑轟戰術的太陽隊 Steve Nash 一球在手希望無窮 搭配一堆3D 再加一個amari stardomine 讓他們快速的成為西區淨旅 那後面 你又完全複製了當初的跑轟戰術 Nash變成燈燈 amari變成capella 一樣打得出好成績啊 對於票房來說絕對是ok的啊 贏得贏不了冠軍贏不了 但是我覺得不失為一個 CP值頗高的劍隊方針 因為你去找到一個 像James Holland這樣子的球員 遠比你打造一支奪冠競旅 要來的簡單吧 所以有一說一啦 我認為火箭燈是一個CP值蠻高的 一個劍隊方式 他自帶體系是火箭燈 所以他講自帶體系的那個時間點是錯的 Alan繼續這樣打有機會爭MVP嗎 MVP的部分我們來看一下根據NBA的MVP ladder 目前Anthony Edwards是第六名 他也有從第七提到第六 我現在沒有要批評他 因為我認為他今年在防守端的進步 那真的是誇張 該給的Respect我們要給 但是他有點像兩年前太陽隊的Devon Booker 那時候太陽隊的戰績不是全聯盟最強的嗎 七區第一嘛 Devon Booker也有進去MVP討論的名單 大概第五名吧 就在這個MVP ladder裡面你可以看到他的名字 但應該是沒有機會拿到MVP啦 我的想法是這樣 看完新的影片真的覺得Pool這筆合約之後 應該就會彈出了 我覺得要看耶 好處是Jordan Pool還有一堆時間去改變這些東西 因為在他有合約的情況下 除非他真的爛到像魯蛋哥那種等級 要不然他是不會直接被拆掉 所以他是有機會去慢慢調整 要不然一般球員 如果假如他這樣子的數據跟態度 他早就被拆了 可是他的合約才第一年開跑 而且又是頂頂約 就算今年他一直爛表現好了 明年他還是會在巫師啦 所以Jordan Pool會不會就此彈出聯盟 老實說我現在講真的太早了 但是Jordan Pool真的要好好去面對一個事實 就是他不是球隊的老大 他自以為他在勇士拿了那個冠軍 他來到巫師就可以為所欲為 所以現階段的他會不會改變 我認為其實還是不會啊 那你說什麼數據差那些 我覺得這些對他沒影響 反正他薪水照理 我覺得他需要有事情 或是有人去humble他吧 否則的話他沒有辦法改變自己的態度 那他永遠就是那個鳥樣 Miles Burgess有機會成長到大橋的高度嗎 說不定他未來有機會比我家大橋更強 但是他畢竟還是在爛隊 不知道他能夠好好的打機場比賽 說不定打一打又變打老婆 我給你跑 Miles Burgess要怎麼樣才能轉翻他自己的形象 我覺得他應該多跟我學習一點吧 前幾天我老婆跟我講說 他很喜歡吃全家的海鹽地瓜 可是我們附近的全家他都買不到 我知道了之後 今天在健身工廠旁邊的那一家 不囉嗦直接清空那一家的海鹽地瓜 店員看到我都傻眼 你一個人買11包海鹽地瓜是怎樣 就是我老婆喜歡吃的 絕對不是因為他就在健身工廠旁邊 我剛好健身玩 我剛好路過看到剛好買到 絕對不是因為這樣 我是跑配了所有桃園的全家 我要看什麼妹 我就真的是去 Miles Burgess就是要跟我學習 我吃到魚最內行 這樣才是一個愛妻的表現 他回家我相信應該會 今天直播也差不多了嘛 那最後我想要帶給大家擱淺 是我最近在聽的新歌 我只能永遠堵著嘴巴 堵著我給你的傷害 我原諒不了我 做成功 再一句